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 背景颜色 背景图片 第二 字体 字体大小 字体颜色 第三 边框大小 边缘大小等 拥有指定属性的HTML元素有哪些呢 第一 标签 例如 H1标签 P标签等 第二 class类属性 第三 ID属性等等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 CSS的位置是怎样存放的 一共有三种方式 第一是内联样式 由于要将表现和内容混杂在一起 内联样式会损失掉样式表中的许多优势 所以说大家请慎用这种方法 例如当样式仅需要在一个元素上 应用一次的时候 那么我们可以使用内联样式 第二是内部样式 当单个文档需要特殊的样式的时候 我们就应当使用内部样式表 你可以使用style标签 在文档头部定义内部样式表 第三 外部样式 当样式需要应用于很多页面的时候 外部样式表将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 在我们使用外部样式表的情况下 你可以通过改变一个文件 来改变整个网站的外观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三种CSS位置存放的方法 首先我们打开Notepad 我们用这个已经打开的New1HTML文件 来演示一下内联样式 首先我们进入HTML 关闭HTML标签 我们让这三种样式 CSS存放位置的样式 我们都来演示一个对段落里面字体的 颜色的修改 那么我们肯定要用到P标签 关闭P标签 我们打入Hello 假如我们要用内联样式的话 我们是需要在段落这个标签 里面加入一个style的属性 然后我们把它的颜色 也就是color 冒号 Red 分号 这样一个很简易的内联样式就完成了 我们进行保存 我们用谷歌浏览器来打开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Hello 就是一个红色的东西 第二种内部样式 也是我们打入HTML HTML 关闭HTML 我们加入 head标签 关闭head标签 我们在head标签中加入style标签 关闭style标签 其中style标签 我们加入一个属性 叫type 等于 text.css 接下来我们要打入一个叫选择器的东西 这个我们在接下来 马上我就会要提到 也就是 我们把p 也就是 p标签 段落标签 放在最前面 然后大括号 里面加入 color 我们假如说改成蓝色 为了区别于第一种内联样式 那么我们在相应的body部分 会加入一个段落 p标签 关闭p标签 我们打入hello hello 进行保存 我们在谷歌中 谷歌浏览器中打开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内部样式 而new1HTML 这个是hello 这个是内联样式 而外部样式是怎样的呢 我们重新 新建一个文件 另存为 new3HTML 接下来 我们再做 再新建一个文件 我们另存为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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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选择 这个casting style sheet field 也就是css 这种保存类型的文件 我们在new3这个HTML文件中打入HTML 关闭HTML标签 我们在head标签中 加入一句 就是非常通用的话 也就是link标签 其中我们在href 大家应该可以见到 这个是连接到 外部文件的一个属性 我们连接到main.css文件 然后我们再打入REL 这个属性我们打入style sheet 然后我们再打入一个type属性 我们在type属性中 写上text 斜杠 css 然后我们在这边关闭link 这个属性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打入body 在body部分中我们加入一个段落 我们加入三遍hello 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个文音本中 就加入了这种 连接到一个外部css文件 这样一个修饰属性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 也就是这个min min min 这个css文件中 我们直接打入p 大括号 color 我们写入 黄色 也就是yellow 然后分号 进行保存 同时对new3这个html文件进行保存 我们来运行 new3这个html文件 大家就可以看到 这三遍hello hello 就会呈现黄色 假如说我们对这个main 这个css文件进行一下改动 我们把字体颜色改为blue 保存 在不动 我们这个new3html文件的 同时我们可以刷新它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只需要在css这个文件中 改入我们所对字体的颜色 还是大小的一些改变 我们相应的这个html这个网页 它所对应的这个属性 段落属性就会进行改变 存放的演示就到这里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css的语法 css规则有两个主要部分构成 第一是选择器 第二是一条或多条声明 如下例 这个所示的selector就是选择器 在中括号里面所放的 declare 1和declare 2 就是我们所谓的声明 其中选择器是需要改变样式的html元素 也就是p标签或者是he标签等等 每条声明是由一个属性或一个值来组成的 例如我们若要改变he标签中字体的颜色和大小 那我们就在所谓的css文件中加入he这个选择器 里面加入color和font-style这两个声明 我们来做一下演示 首先我们新建一个文件 我们给它命名为h4 类型html 再新建一个 我们另存为new4css 类型选择为css 我们在new4html文件中加入html标签 html标签 同第一例 我们加入一个外部链接 也就是我们加入head 关闭head linkhref 我们链接的是new4.css文件 我们给它重新命一下名 我们把中间这个括号空格去掉 因为这边可能不会识别 我们加入rel等于style sheet type类型是txt 斜杠 css 我们关闭 这个link标签 接下来我们写入body body 我们加入一个小标题 也就是he标签 我们加入 css 关闭he标签 保存 我们运行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一个he字体大小的css 就出现在这边 我们添加刚才所学的选择器 比如我们加入he 中括号 我们改变它的字体的颜色 我们改变为红色 然后改变一下字体的大小 font-side 我们改为14px 保存 然后我们再重新打开 这个new4的html文件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对这个css文件 里面的修饰属性 做修改以后 我们相应的html文件 里面的he的属性 也进行了修改 这些css的高级语法 第一组 是选择器的分组 我们用逗号将 所需要分组的选择器来分开 例如 我们将he标签到h6标签 它里面的字体的颜色 我们同意改为绿色 我们只需要用逗号 将h1到h6 同时打在这个选择器的部分 那么我们在里面的 这个属性声明中 我们加入color是green 也就是颜色是绿色 那么我们这六种标题 六种大小的标题 都会字体变成绿色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再用control加c来复制 粘贴 我们将 2到6 这五组标签 打进我们刚才所做的 这个例子中 我们在这个new4css 这个文件中 我们打入h1到h6 用逗号来分开 作为选择器 颜色 我们给它改为绿色 进行保存 同样我们保存这个new4html文件 我们运行 大家可以看到 这六种字体 这六种字体的标签 都同时变为了绿色 假如我们把颜色改为红色 保存 打开 我们打开的不是这个css文档 是html文档 大家可以看到 颜色全都变为了红色字体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继承 继承的概念就是 子元素将继承最高级元素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 假如我们在body的部分 把它的颜色改为 字体颜色改为绿色的话 我们就不用像上面这样 把选择器一一打入 然后再改它的颜色 我们在body中 所有它的子元素的颜色 将会继承body这个属性 我们来做一下示范 我们将css文件中这个选择器删掉 我们直接打入body 我们里面的color 来定义为蓝色 保存 运行 同样我们是运行这个 new4的html文件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只需要加入body这个选择器 并且将其中的字体颜色改为蓝色 那么在body标签下 这些子元素 它所有的字体将会继承body这个标签字体的颜色 我们来说一下css的其他的高级语法 第一 派声选择器 也就是我们用一个标签空格 再加上它的子标签 我们这样就可以定义这个子标签的属性 我们来做一下演示 也就是比如说我们定义body 这里面 我们同时 有一个h1 一个h2 两个标签 假如说 我们在这个里面只定义了body 我们把它的颜色 定义为红色 保存 保存 运行 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我们定义的是body 所以说根据继承的关系 我们在里面的h1 h2 这两种标题的字体颜色 都是红色 然而我们用到了我们这个派声选择器 我们body 后面加空格 我们加入h1 再空格 我们的颜色是红色 那么我们再运行 这个new4的html文件 大家可以看到 只有h1这个标题 是红色 而h2标题 这个字体 视为系统默认的黑色 接下来 我们来说一下id选择器 id选择器 就是我们给一个标签 加入一个属性 添加一个id 然后我们再带选择器 也就是cs文件中选择器 id就可以对这个标签进行属性的修饰 例如 例如我们在h2里面加入一个id 比如叫h2 保存 我们加入我们在css文件中加入 警号hr color 我们定义为蓝色 保存 我们来运行new4这个html文件 大家可以看到 hr 我们用hr的id作为选择器 对它的字体颜色进行改变 同样是生效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和id一样 class这个属性 也可以用作为派生选择器 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个例子 td.fence 这个fence是td这个标签的一个class属性 我们通过td标签点 再加上这个class 我们可以对这个标签进行属性的修饰 同样我们这边做一个例子 比如我们加入p 也就是p标签 也就是段落标签 我们加入css 我们在p标签中加入class 我们取名为p1 保存 运行 大家可以看到 这有一个段落叫css 出现 我们对它的css文件做一下修改 我们打入p.pe 作为选择器 color 我们定义为 黄色 yellow 保存 我们来运行 new4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这个段落的颜色 段落的字体的颜色 就改为了黄色 所以说我们对class也是可以用作为派生选择器的 css中修饰的属性 第一 我们刚才说的最多的就是这个color 也就是我们可以修改它的颜色属性 第二是measure 尺寸 也就是我们可以修改包括那个框的尺寸 也就是文本框的尺寸 还有字体的尺寸 alien 也就是我们可以这个文本框 或者说字体的位置属性 这些我们都可以来修改 这里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在下节课中 我会详细的来说一下css中修饰属性 那么我们今天的课做一下总结 第一是我们学了什么是css 第二我们介绍了一些css的语法 基本语法和高级语法 第三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简单的css修饰属性 布置一下课后作业 就是根据以下的网页 做出自己个性化的css设计 这也是对大家一个html语言的一个复习 大家可以根据我这张图 来做出我们这个设计出我们这个符合html的 接下来我们布置一下课后作业 我们根据以下的网页 做出自己个性化的css设计 我们需要大家复习一下html语言 来自己编出这个如图的这个网页 然后我们对不同的标签 加入自己所想要 所想要加入的喜欢的css属性 也就是对这个标签做一下修饰 下一张中我们将会详细介绍css中修饰属性 那么感谢大家 下次再见